哈喽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生活在芬兰的凌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录视频的频率就会有点乱 因为我小孩暑假了,我基本上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他就不能单独自己一个人玩,做点什么事都要让我跟他一起做 因为我家属呢,他就去做暑假工了 所以基本上带孩子这件事情,还有照顾家里啊,做家务那些就落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就趁着今天,我家属今天他放假,他把小孩带出去了 我就趁着这个空气,赶紧的来录一个视频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上期也有讲一下医稿 就是关于芬兰语 我现在学习了就是,有半年的芬兰语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主要分三个点,也是分三个点来讲 第一个就是,讲一下我学芬兰语的一个曲折的经历 第二个就是,讲一下我们如何寻找到有效的芬兰语课程 第三个就是,讲一下,推荐一下大家可以用到的一些 比较保障的教材啊,保障的学习功绩啊,就是这些,就是这三点啦 那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讲一下我自己,就是学芬兰语的一个曲折历程 我是去年八月份来到芬兰的,来到芬兰之后,我才发现,哦,芬兰语很重要 如果你不学的话,就很难找到工作 因为我没有在这边留学,我没有这边的文凭 然后,我要想要找工作的话,一定芬兰语就是一个非常必须的条件啦 而且呢,我是在比较小的城市,不是在首都地区 哦,所以学芬兰语是,对我来说是很必须的 然后,但是我一开始来到,我就是,整个人就是成绩在芬兰的美好景色当中 我就没有怎么去学,八月份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学 然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听到,呃,身边有人说,呃,哪里哪里有什么工艺课 然后,呃,要去找T1报什么名 然后,我那时候的心里就是,我不想去,我不想出去接触那些人 我就想在网上找一些,呃,找一些那个,找一些视频来自学 我就是这,我就是,就是有点,抗拒出去跟人家接触那种 然后,就是每天就送完网之后,就自己回家 打开电脑,在那里下琢磨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也没有什么效力的事情 然后,直到,到了10月份,我实在是,发现自己在那家里面乱写 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搞来搞去,就是很乱的那种 我就去,10月份我就去,尝试参加了那,我们小城市的一些公益课程 当然,它那个公益课程也不是系统的,也是非常的零散 但是呢,就是可以跟人家接触,可以跟人家开口 可以跟人家聊一些非常简单的打招呼啊,聊天气啊,这么简单的东西 接着,到了11月份,我们在公益课上议到的同学 他就已经去,呃,参加那个T1的安排的课程了 哦,对,然后在那个上公益课的时候 之后我就发现,他们来上公益课的人 就全部都去报了那个T1的,呃,预言班 都去申请了那个东西 后面呢,我也去申请了 所以我是在10月份去提交这个申请的 结果谁知道他一直在排队嘛 就排到现在也没有轮到我 就有点离谱 后,后,后,后面呢 我,后面呢,然后到了11月份 呃,我比较好的朋友,西班牙朋友 他就已经去了,呃,他就说 他的妈妈就去,已经去那个,呃,预言班了 就T1安排了预言班 后面,他12月份 他,然后他就跟我继续在那个公益课程 课堂上,然后那里学 然后到了12月份 他说他也收到通知要去T1那里上课了 啊,然后,他去上课之后 我就去打听他们上课 要什么教材,用什么教材 然后,然后他就跟我讲了 他们的上课用了哪一本教材 然后我就去图书馆那里借了那本教材 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我才是去,真的是12月,12月,12月上询 我才是真的开始认认真地去写这个粉蓝仪 然后就是拿着那个教材,一点一点的开始学 就是,我就是自学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 因为这个耳界的书本呢,他都是有带这种叠的 然后他都是,就是有这种叠的 所以我就跟着这个音频 然后一张一张,每个单词,然后课文 他的教材就是有一篇课文,然后单词,还有仪法 就是每一个单元就是有这个三部 还有第四部分是习体,练习体 就这四个部分组成的 反正你就是按照他的书,书里面设置的 他也是,呃,由简到难的那种 由易到难,然后一点一点的学 我,我就是从12月份开始 才真的是去好好的学这个粉蓝仪 所以到现在,呃,六月上询的话 算起来就是刚好差不多半年左右 然后呢,我就去,呃,我们这边的社区学校 等一下我也会介绍一下怎么去找这个学校 然后我就是,呃,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学校里面 就报了一个分蓝课程 然后时间是四个月 然后所以我那个课就是从一月份开始 一月八号开始上课 然后一直上到四月,四月八号 哦,一直上到四月底 不是四月八号 一直上到四月底 还是四月中心,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月份开始上到四月份 然后他就讲了半本书的教材的课程 因为他那个,那本书就是,呃,Saw Me Mestari One 就是,呃,就是那个,呃,就是第一,第一本 就是很多的,提议的,呃,他们官方的一个,呃,让外国人来写洗分蓝语 经常使用到的一本教材 然后我就是跟着那个,呃,社区学,社区学校的那个课程 然后学了四个月 呃,我是一月份开学的嘛 然后中途二月份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了T1的语言测试 因为去T1的语言班呢 他就要进行一个语言测试 我当时就是,呃,测试出来的水平是A1.1嘛 然后他们,他们就定我A1.1水平了 呃,后面呢,就,后面我就继续学,学到四月份结束 然后那一本书我们就学完了 中间还考了两次是考试,一次是口试,一次是比试 呃,就是看你们学的怎么样,这样子 它也不是什么一个什么什么标,也不是什么标准的语言测试 就是,呃,类似,我感觉它就是像个单语测试吧 呃,结束那个课程之后呢 我又刚好就接到了那个T1 他那个,呃,T1我们教练的一个电话 让我去见面聊一下我最近最近的情况啊 什么写费兰伊的情况啊 然后找工作的情况啊 然后就是一个面谈 嗯,关于T1这个事项呢 那你们可以,呃,去我的主页里面 点看一下那个T1 怎么申请 怎么有,有,有一个申请完之后 会有一个教练给你们 呃,反正你们就可以去看那个视频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后面呢,呃,我就跟他讲 呃,我有自己报了一个那个,呃,设计学校的研班 然后就有学了4个月这样子 然后,然后我就跟他讲 用芬兰伊跟他聊天 然后他就觉得,呃,你这个芬兰伊挺好的 嗯,其实我觉得不好啊 呃,你这个芬兰伊的水平可以去找,呃,实习单位去实习 就是你找你感兴趣的,呃,你感兴趣的地方 你感兴趣的行业去感受一下 然后一边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个行业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去提高锻炼一下 你自己,你自己演在实际当中的运用 然后呢,五,五夜份整整一个月 呃,我就是在那里找那个实习 直到,呃,五夜底,然后这个实习我就找到了 然后订下来了 之后,我又报了一个班 就是,呃,口语班 就是,呃,芬兰伊口语班 它是有10节课,呃,24欧 也是在那个设计学校里面的 然后24欧呢,就是平均下来一节课就是,呃,2.4欧 像这种课程,我觉得是,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对,嗯 然后,就接着我就从,五夜上询 一直上课,上到前,上个星期就结束了 它是,社区协教的课都是一个星期有两次课 一次课的时间是1.5个小时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评理 跟时长 所以,基本上算下来,我到目前为止 我学认认真真,就是真的是在那里有学到东西的那个时长 就是,大概就是半年,这半年 对 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水平 就是,但是我,我现在是可以,呃,很勇敢的 去跟半年人聊聊天啊,什么聊聊,聊聊天气啊 然后,呃,聊聊爱好啊 然后,呃,找,找实习的时候 我可以跟人家,呃,对话 为什么我想找这份实习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实习 我,讲这些东西就是,大概的就是能够表达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当然,透明的路还有很长 现在呢,就是还是,呃,浅浅的 我为什么说要分享出来呢,这个经历 就是,我觉得,呃,可以帮助你们少走一点点的玩路 就是,不要像我一样 一开始就那里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学了什么 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学什么 是,没错 其实在网上的资言是特别多的 呃,多的 就是,我们没办法去,去,我们没办法去,去,把所有的资言 所有的知识都往自己的脑子里装 这个就是我比较曲折的经历 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等到那个提议的课呢 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在事业份,呃,去参加提议演测试的 他是跟我一样去参加了设计学校的那个课程 然后呢,他去测试完之后他的水平是A1.2 然后,他六月份,他就开始去提议那个班上课了 呃,我当时就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诶,我二月份测试的为什么不是安排我呢 对吧 啊,后面才知道就是我的水平,他们认为我现在的水平是没办法插班 因为他,他去的班不是从一开始开始学的这个班 他是插班学习的 就是他现在的那个班级的整体水平就是A1.2 因为他测试出来的结果,他是A1.2 所以他的水平是可以插到那个T1.1班 现在这个水平的班级里面去的 而我的测试水平,他就是认为我是停留在A1.1 所以我这个水平就没办法去插班 所以我就要么就等他们重新开班之后 然后再安排我进去还是怎么的 反正我就觉得这不太科学,是吧 呃,不可能我二月份我是A1.1 然后到六月份我还是A1.1 是吧,我一开始我都能够自学到A1.1 是不是我还会持续的在那里学呢 有些人就说,让我去申请重新测一次嘛 测一下现在的水平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呃,又好像没有太大必要的样子 因为他们这个,如果他们申请重新再测一次的话 进入到这个,呃,测试排队的队伍当中 他不是说,呃,你申请了测试,马上就能测试那种 我不太明白他们这个设置 呃,就是他们测试跟那个A1 安排入学的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差距 太大了 提的我觉得比较曲折的一个经历吧 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走过的弯路 希望你们不要走 啊,接着我们讲第二点,如何找到有效的芬兰尔课程 我也有在网上去看一下关于,呃,有一些,有一些国内的芬兰尔老师 他们也有开课,但是他们的课程是相对的说比较贵的 如果你肉身已经在芬兰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呃,再去报网上的课程 你们可以直接的寻找线下课程 当然,就是如果你实在觉得太难了 我听英语教学也听不懂,芬兰尔教学也没办法听懂 那你们还是可以找一下中文老师 就是中分这样子的老师的课来去听 但是我更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当地去找 第一个最好的芬兰尔课就是提议的,以言白 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它是免费的 第一个,因为它是免费的 第二个是,它是高强度的 怎么讲它是高强度呢? 上课的时长的话,它是非常长的 它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然后,你看,呃,它早上是早上八点半到一点半 然后,就中间还有点休息 就是你减到休息时间 就算你一天写五个小时 然后你一个星期你就会有25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你25个小时,你一个月你就有100个小时 然后它的课程一般是8个月到12个月 我们就算它中数10个月来算 然后,你算一下你在那里学10个月 你就等于学习了1000个小时 你知道10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吗? 1000个小时可以让一个人的外语学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反正,它这边就说 你学完这里的课程 你是可以达到BE级别的 BE级别就是你可以出去工作 你可以申请入籍 也是这个BE水平 然后,申请这边的职业协校 都是需要达到BE这个水平的 对 所以,我是非常建议你们 不要像我一样说 来到了,然后不愿意出去 不愿意去参加这里 这么有用的,有效的课程 就是,你们来到了,办完了 你们已经拿到了身份 身份证 分来身份证 你们就马上去申请 那里登记 马上去申请这个课程 因为它是需要排队的 所以,我是非常建议你们 你们如果来到这边 是作为家属,什么来到这边 然后,最好的分来一课就是这个课 一定要去早点报 早点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的 长时间的一个学习 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跟我一样 就是一直在等这个课 但是等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去找第二个有效的学习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社区学院 社区学院怎么找呢? 特别简单 就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名字 然后加上 Gansa Las Obstosa 这个后缀名 搜索一下 然后这里就有非常多的课 其中有一个课叫乙言课 乙言下面呢 也是分了很多种 你可以写德语啊 法语啊 意大利语啊 那些不要看 我们选芬兰语就对了 然后,基本上它的价格的话 就是半年的课在45欧左右 也不贵的 非常的便宜 就是我学的那种 我是花了43欧 可能每个城市价格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不会相差太远的 对,它一年下来也就不会超过100欧 上课的频率的话是一个星期两次课 都是晚上上课的 它不影响你白天 白天你要照顾家里啊 或者你白天你有找到尖子啊 你都可以去做 它一点都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它的课程就肯定没法跟T1那个颜课相比的 但是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没有等到那个T1课程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就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找当地的那个职业学校 就是你看一下 你们在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城市官网里面找一下 相关的职业学校 很多职业学校里面都有 是开放这个第二语言课的 像这种职业学校的话 它是一个学年为一期的 然后一期就是一本教材 比如说这个是第二册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社区学校里面 学院里面也是写这本 也是写这本教材 但是是第一车 这个现在是第二车 因为我第一次学完了嘛 然后它就是一本教材 然后一个学年给你教完 这它呃 职业学校里面的语言课 它会比社区学校里面的语言课 讲得更仔细 因为它的时长会更多 就是一整个学年 一整个年 像我现在我也是报了一个 呃职业学校里面的课 就是这个 第二语言课 它就是从2024年的8月份开始 到明年的午夜下旬结束 到2025年 就是它就是整整一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时长 然后它也是晚上上课的 然后也是一个星期两次课 一次课1.5个小时 它的费用的话就是95欧 一年它是一整年的 然后它会发一本教材 就是这样子 对 如果你想学得快一点的话 那可能你要可以去选一下社区学研 因为它的进度会比职业学校里面的语言课 会更快一点 然后如果你想学得细一点 慢一点的话 你不太在乎慢一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职业学校里面的这种课 当然如果是有T1课的话 你就肯定是先报 先去上T1的课 但是如果你上T1的课 你又另外报这个课 也是不冲突的 就是你在等待T1期间 你可以先上这两个 你自己选一个去报 然后你上等到了T1的课程 你也可以一边上T1的课 一边上这个你另外报的课外版的课 因为它们两个的时间并不冲突的 一个是在白天上的 然后这个的课是在晚上上的 可以两个课一起上 它就是不冲突的 所以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主要的三个有效的报课方式 就是这三个了 第三个就是他们教材的推荐 像T1的课程里面 最多人最多使用的教材 现在我还有第一侧的在这里 对 这就是第一侧最多人用的这个教材 它里面的话 它里面的话 它就有很多章节 总共有9章 然后每一章节都是 你看有课文 然后词汇表 词汇表 能看到吗?看不到吧 然后就是日常练义 然后 乙法 然后 然后练习 然后练习 然后接着就是大量的练习 然后他们的练习体 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能够把它全做对了 说明基本上就斩没了 那种 就 就基本上这样子的 教材结构 就是还是蛮建议大家的 蛮建议大家用的 其实它一上来用这个 还是有点点难度的 就是这样子 嗯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本 就是这个 阿姆 但是不是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是 已经是上升了一个台阶的 它 它最基础的是那个蓝色的 封面是蓝色的 我给大家贴在这里图片 它封面是蓝色的 非常的建议 它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看那本 那本的话 它是主要是以单词为主 然后你们前期可以看那本书 那里的单词记一下 去理一下 它也是有音频的 你就也可以有音频 一边听 一边去查那些单词 然后有简短的简单的记子 自我介绍啊 这些什么的 然后把那一整本 你搞清楚了 嗯 你就可以开始用这本 教材了 SOMED MASS DALY ONE 就是第一本 第一册的 我今天 我们这边的TE 它是用的是另外一本 教材 它用的是这本 教材 OMASOMI 这本教材的话 嗯 怎么说呢 我也有用来自选 就是 他们这两本教材 都是 就是 就是非常多的 呃 那个 TE严格用的教材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你们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 你们适合哪一本 当然如果你们去报课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用这本 这本第一册的书 对 反正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选一下 嗯 你们适合哪一种教材 有课的话 你就跟着老师的课的教材走 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想啊 他们官方就 大部分官方都是 选这两本教材 肯定是有他们 自己的优势所在的那种 当然 除了这两本教材之外 我还有去 寻找其他的教材 相结合的 因为呃 有些教材 他们对 以法的总结的话 会 会 会更简单 更容易理解一些 所以 除了这两本教材 我也有去 借其他的教材 来辅助 但是不会去深入学那些其他的教材 呃 就是深入的教材 就是只有一本 就详细的去写的话 就只有一本 其他的就是当做个辅助 或者呃 当一个阅读 这样子看一下 就这样子 如果发现里面的 以法总结的比较好的话 方法的话 就会去记一下他们 那本 英语的 英语 它是英语写的教材 我贴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们英语很好的话 可以自学的时候 可以选这本 开始自学 也是可以的 呃 网站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网站 我就 不过多的去接上那个网站 我就直接 呃 写出来 给你们整个图贴一张吧 因为这个视频就 已经拍了特别特别长了 不一定很多人 有这个耐心把它看完了 对 嗯 反正就是我在里面讲到的教材啊 网站啊 还有 呃 其实我在我的短视频里面 那个 呃 也有介绍过 也有介绍过 一些呃 比较好用的一个写分蓝仪的工具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形式贴出来 大家可以直接截图 所以去看一下 对比一下 看一下哪一些更适合自己 对 嗯 嗯 那么好吧 呃 我们这一期的 这一期的视频就结束了 我再不录完的话 等下我儿子就回来了 然后他又非常吵 很吵的话 我基本上就没办法再录下去了 所以 呃 我可能最近都不会 正正经验的坐在这里 给大家录视频了 但是的话 如果有出去户外的话 我可能会拍一些Vlog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希望你们一切都盛盛利利的哦 呃 有什么想要想要了解的 呃 想要问的可以在留言期留言 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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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